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吸入浓烟 将对身体造成毒害 火灾产生的浓烟和高温在房间之间扩散 如果你家中发生的火灾 你将有生命危险 即使你人不在起火的房间 火灾引发的浓烟也可以夺走你的性命 因火灾丧生的每五人之中 有四人的死因是因为浓烟 家中发生火灾在三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极可能致命 逃生的时间极为短促 因此在火灾发生前 现在就掌握因应之道十分重要 确保家中装有烟雾警报器 烟雾警报器可以正常运作 做好让每个人都可以迅速逃生的计划 现在就思考 展开计划 如果家中发生火灾 你要如何逃生保命 千万要记住 火势燃烧极为迅速 你要尽快逃出火场 从大火中逃生是一件惊恐而且困难的事 如果你同时协助他人逃出火场 更是难上加难 每分每秒都紧细着你的安全 现在就开始计划 一旦发生火灾 你该如何处置 迅速逃出 可以保命 你需要有两条逃生路线 让你可以从任何一个房间顺利逃出 如果一条路线被农眼挡住 可以采用第二条路线逃生 确保家中每一个人 都能迅速逃出火灾现场 选择一个逃出后的集合地点 确保每一个家中成员 都知道集合地点的所在位置 如果发生火灾 一旦逃出火场 所有的人都应该立即前往集合地点 逃出后马上去店911 消防队员抵达后 他们需要知道是否每一个人都逃出来了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重回火场 如果有人没有逃出 消防人员会进行救援 留在集合地点 直到消防人员告诉你可以安全返家 家庭火灾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一旦发生火事蔓延迅速 非常危险 防火是每一个人的职责 确保每一位家中成员了解 同时知道该如何逃生 离开火场 练出往